那這裡排序有大到小有Sort 那可是問題由大到小 但是我今天希望由小到大 那如果今天把它反序過來變由大到小 該怎麼做呢 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就是第一個 我先執行之後呢 會出現也是Scanner 我輸入比如說我希望輸入的值 假如說我輸入五個就好了 不要太多 然後呢按Enter之後呢 它原來的值先秀出來 就是這樣子的順序 那當然如果由小到大是這樣子 可是由大到小呢 是就掉過來 那主要的程式部分呢 就在這個地方 前面的部分應該大概 大概都可以寫得出來 到這邊以上應該都OK 就是我是Randon 我是Randon從10到99 所以10然後呢 99就是89的數字 所以10到99的話就是這樣表示 10到99 也就是說10之後再多89的就是99 然後我產生10到99的這些數字 然後接下來我必須要做一個什麼呢 我先做正向排序 由小到大 先排序了 排序之後呢接下來喔 這後面的這幾行喔 這後面這幾行就是做什麼呢 做那個反序的動作 那反序的動作呢實際上喔 我們主要是做幾個幾次喔 這特別注意呢 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是從0開始嘛 因為正列從0開始 那要做幾次呢 其實做 N 這個5 假設5的話除以2就是 2.5 2.5應該就是3 做 除以 N 5除以2的話呢 那2.5 那最後int 就只剩2兩次 那為什麼說兩次呢 實際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只是做資料交換 交換的方式就是這樣喔 比如說我5個嘛 1 2 3 4 5個對不對 那我就多一個t的變數 這個t的變數喔 這個t的變數最主要就是說 我今天1 我要把這個最下面的資料 放在最上面之前 有沒有 我要先怎麼樣 把1的資料先放給他對不對 先丟給他之後嘛 丟給他之後呢 我要存下來嘛 然後再把 5 給他對不對 那這樣掉上去之後 就OK了 接下來第二個回圈 因為第二次是怎麼樣 第二個這個也是一樣 先丟給這個 變數先暫存對不對 保留 最後他記得他要寫回去 寫到哪裡呢 寫回去給 寫到 寫回來這裡啦 寫回來這裡 這兩個交換 他只是說 這樣有點亂喔 再一次喔 就是假如像這樣喔 總共 五個正列嘛 五個 我用縱向喔 那比如說我今天宣告一個t好了 這個t的變數 我第一次跑是0嘛對不對 0我就先把這個值丟給他 然後他就保存了 再t對不對 再把 這個值 給他 那他的值不就被蓋掉了對不對 蓋掉之後呢 就變成 最大的 這個是第一個 那這個值怎麼辦呢 我就再直接把它放到 他的位置了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再回圈 回圈就換他了嘛對不對 就變成1 1就變成第二個 第二個也是一樣 直接先給他 暫存在這裡 暫存在這裡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值有沒有 再給他 那這個值就會被蓋過去 蓋過去之後再把這個值呢 丟給他 這樣就 又回來了 那這個要不要改 不用改嘛 所以除以2就是這個道理 好 除以2之後其實做兩次 就可以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後面做的動作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宣告一個int 一個t 那這個t呢 就是 把 a i給他 就是說第一個這個正列 如果你一開始就直接先把它 給t 給t之後呢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就是說 我要把最大的 那我怎麼知道最大的是多少 就是 n嘛 減掉 0 0 這個是0嘛 第一次跑是0對不對 還要再減1 為什麼它位置嘛 這個0 1 2 3 4 這個是4 所以呢 4就給他 給他之後呢 再來 我要再來怎麼樣呢 把這個 t的值有沒有 再把它還給 最上面的 那再重新跑 跑完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結果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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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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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概是這樣 然後 我用 除了模式再跑一次 這個地方 我們 debug好了 比如說我把中斷點 設在這個 最重要的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 打個跑一次 然後 輸入5喔 5 Enter 那你有沒有發現 第一次跑完喔 跑完之後它停在這裡嘛 我們來看一下 變數的部分喔 變數目前呢 現在是這樣子有沒有 A裡面的值 那我已經讓它重新 由小排到大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讓它跑 以下的程式 比如說第一個 我就把 這個 這個值喔 先放在t 13有沒有 放在t 那t現在沒有顯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直接跑 下一個t 那t的部分呢 就顯示出來了 在下面 這裡 t就是13嘛 對不對 那現在它還沒有被蓋過去 那接下來就把 這個 式的值有沒有 84寫在 它的位置上面 好 再來 有沒有 84就蓋過去對不對 蓋過去之後呢 再往下跑 往下跑有沒有 就把t的值怎麼樣呢 又賦予給 最下面的 那同樣的方式再跑 有沒有 再來 i就等於 1嘛 增加1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先把26給t 先暫存下來 接下來的話呢 再把 4的值喔 第三個 這個正列所有值 給他 給他之後的話呢 再來 就把t的值又給 3 那這樣的話就交換了 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做資料 最重要其實就是這個t 宣教一個t主要是暫存 他先把 小的值 傳給前面 保存起來 然後再把大的值呢 傳到最上面去 因為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做反序 反序 那其實只要幾行程式呢 就可以 自己可以 轉寫出來 他不一定說 要用外部的東西 有的時候其實自己寫一下 簡單 自己就可以搞定了 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你們試試看 程式碼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等一下會 把它丟上去 最重要就是 其實就是 這幾行 這幾行其實非常的管用 很多地方呢 都可以派得到用場 都可以派得到 而且這個邏輯 如果你清楚的話 很多 其實都是大概是這樣的用法 很多都是這樣的用法 好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反序 反序的排列 好 畫面還給各位